为了协助业者和摊贩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 在过去的五年间 建屋发展局出租的咖啡店当中 有高达90% 在续约时租金并没有上涨 租金中位数的涨幅也限制在1.6% 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在国会回复议员的询问时说 建屋局致力于确保祖屋咖啡店的租金稳定 以协助业者应对成本上涨的压力 另外为了协助所有的金融局出租的组咖啡店业者 在2026年之前 推出国人负担得起的经济餐选择 当局也为业者提供了为期一年5%的租金折扣 本地目前共有776间组屋咖啡店 当中由建屋局拥有并出租给业者的组屋咖啡店 达到了374间 其余402间则是由私人拥有 目前建屋局不会监管私人咖啡店的摊位租金 本地的摊位租金